香港选举委员会第五届别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届别分组当然委员 9月9号举行记者会 介绍他们作为选委会当然委员要履行的职责和对选举的期望 他们表示必定会坚持履职尽责 为香港选出坚定的有能力的爱国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在记者会上发言表示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作为选委会当然委员 一定会为接下来的选委会选举 立法会选举及行政长官选举把好关 他相信特区选举制度完善后 一定能选出真正为国为港 有能力有理想做实事的治港团队 作为当然选委 我们一定要把好关 并且以夏宝龙主席的五个善于为基准 身体力行 团结国界 爱国爱港 聚焦发展 改善民生 我们坚信 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 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能够选出真正为国为港 有能力有理想做实事的二人 成为香港的治港团队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言在会上表示 完善选举制度为立法会选举 行政长官选举奠定基础 完善选举制度后产生的治港团队 需时立场坚定 有担当作为 为民爱民 有感召力 有责任性的爱国者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指出 国家大力推动深港核套区发展 并于近日出台前海方案 以显示深港合作的前景和机遇 他再次强调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 指其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 香港市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扶持 维护国家安全 必须实施见成效 在外国者治港的原则底下 产生新一届的选举委员会 将在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选举制度 的相关的工作当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个是关乎到香港的未来发展路向 整体利益 另外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朱叶玉如 全国政协常委胡定旭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谢俊明 也在记者会上发言 介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及政协委员在维护香港社会和谐稳定 促进香港与内地良性互动 与共同发展等方面做出的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